我们要明白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你们想一想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走过了 这个过程就没了 所以要记住人很快的就把这个过程走完了 我们要懂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因为我们在每一天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漫长的 但是结果只是瞬间 所以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 做一点坏事 最后你被抓进去了 很快那就是叫结果 所以我们人要懂得在生活当中 不管是享受还是痛苦 幸福和悲哀 它都是一种混合物 你们记住了 人在快乐的时候 很快的有应遇的悲哀 在悲哀的当中 一定会有幸福和智慧的存在 无论你现在的贫富和富有 你都会体会到幸福当中有苦难 苦难当中有幸福 这就是人生 所以想改变人生的人 就要学会克服自己心中的芥蒂 克服烦恼 克服自己的苦难的感受 让自己的心迎接着光明 因为我们到人间来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不想贪求人间的一切 我们用一颗好好的心 好好的活着 记住 当今的社会不生病 没有天灾人祸 这已经是福气了 要知足常乐 要知足常乐 要知足常乐